近期国际金价持续上涨并屡创新高 在国际金价的带动下 国内金价也水涨船高 我今天有卖10克的黄金 卖4克多 100克 100克 我买的时候是517 大家从国安年就开始关注 然后也关注了一段时间 然后买的时候应该大概是300多克 很随意很随意 就是买的时候600多吧 现在就不喜欢了 就想卖掉它 4月10日 国内部分金店足金饰品价格 已逼近每克730元 随着金价的上涨 黄金变现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工商银行与蔡柏相关专家表示 回购的顾客相较于平时却有增多 随着金价在3月份持续创下的历史新高 那回购的顾客相对于平时会有所增长 那么从总的持有量来看呢 相对就是回购的顾客还是很少一部分 大多数投资者更多的是会选择一个中长期投资的过程 那从整个的回购情况来看呢 那我们看就是基本上投资的回购条件是参照每天的实时基础金件 每克减2到3块的手迷费 然后只要您带着身份证带着这个商品 然后包括当时购买的证书来参与回购非常的便捷 这段时间统计量就是说就近这一周吧 这个黄金的这个回购量跟就是咱们相当于清明节前相比 是翻倍的翻了好几倍 你想我这儿多天最高的时候是11名客户 今天已经有4名了 下午后面还有约的都要来 就是都是做黄金变现的 就是说老百姓关注的是黄金的价格 价格越高 大家踊跃变现的积极性就越强 而我们银行这块回购黄金的人数比较多 金子回购完以后 资金全部就当时打到客户的卡里 这笔交易就算完成了 金价上涨催热的不仅仅是投资需求 也带动了黄金回购业务的增加 如何安全卖出消费者手中持有的黄金 专家提醒需谨慎避坑 现在我们提示一下所有的客户呢 要注意一点就是黄金虽然是有收益 现在涨幅比较快 但是呢投资还是有风险的 大家需要紧防就是说在高位接手这个黄金 必须呢要有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在做黄金投资 如果说没有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买入的时候也要分批买入 卖出的时候也分批买出 这样呢可以降低自己持有黄金的风险 达到你的收益最大化 那消费者其实我们看到在购买金条的时候 建议消费者去选择一些正规的这种门店 那在买跟卖的时候这种相对于比较便利一点 比如说我哪买的我可能未来回购去哪直接可以变现 那相对未来可能变现的成本会更合理一点 专家表示对于未来黄金价格是否还有上涨取决于多种因素 但金价整体趋势看好 那么随着金价持续创出历史的新高 那我们看到就是在未来 尤其下半年市场 这种对美联储降息这种预期逐步的落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金价是受到这种利好因素影响的 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讲 面对未来这种不确定因素 包括在美联储整个这种降息周期过程当中 那么金价还是看好的